不少人喜欢吃乳酪蛋糕 但就怕奶油和淀粉会让热量太高容易发胖 看到这层担心 有位烘焙业老板王一凯 他卖的乳酪蛋糕很不一样 原本在医院从事癌症防治的他 当初因为兴趣 开始在下班后烘焙甜点输压 后来越做越有兴趣 决定转战烘焙业 因为出身医疗体系 他利用减去法 历经上百回的实验 终于成功做出不加奶油 鲜奶油 淀粉和水的乳酪蛋糕 创业十一年 拼出年英雄六千万的亮眼成绩 还成为唯一连续四年 获选为金马奖的指定伴首领 他们最有名的这个 我可以请您试试看 我们现场有试吃的 我也吃过原味 有吃过原味 不把糖尿 这个很好吃 真的吗 对 我喜欢这个 要不要再试试看 柠檬口味的呢 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甜的 那因为他们家的产品 其实是比较偏不甜 那还有另外一块是因为 他们对他们的那个材料 也其实非常地注重 因为他们家的东西 其实价格上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在送品上 我是觉得是相较比较安心 听客人的描述 就知道这乳酪蛋糕 在甜点市场受欢迎的程度 金黄的色泽 浓郁的奶香 一入口滑顺又绵密 不需要任何装饰 就足以让人心动的乳酪蛋糕 不只每年卖出六千万好成绩 还连续四年获选为金马奖指定伴首领 它口感上比较绵密 吃起来也是我刚刚讲的比较不甜 因为外面市场上一般的乳酪蛋糕 其实甜味其实蛮重 我吃起来会腻 那他们家的其实吃起来不太会腻 想品尝这一口好味道 全靠师傅们的细心准备 每天不只供自家门市 还要消化网路订单 中央厨房里一大早就已经如火如荼 这个今天是第一缸吗 对 一般做乳酪蛋糕 奶油 鲜奶油 面粉或玉米粉 是必要元素 但在王毅凯麦的乳酪蛋糕里 看不到这些 澳洲进口的乳酪先分切成小块 要跟蛋液一起搅打得更细致 这个乳酪糊里面就只有新鲜的乳酪 然后还有杀菌蛋 就这样而已 没了 因为法规本来就没有规定 我乳酪加一公克 跟乳酪加了70% 90% 哪一个才叫乳酪蛋糕 所以加少少的乳酪 用了很多很多的面粉或玉米粉 这也叫乳酪蛋糕 其实那并没有错 所以我们想做一件事情是 在这里面的乳酪蛋糕 云云大海中 我们能不能做出 自己想要走的一条路 如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 开辟一条新的选择 因为对他来说 传统做法的乳酪蛋糕 加了太多不健康的材料 糖也加得多 过于甜腻 我们目前在打发的是 用杀菌蜜蛋 然后跟少量发糖打发的蛋白 那希望一个好的比例的蛋白 可以让乳酪蛋糕 吃起来会比较入口之化 然后比较绵密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减少糖的用量 可以透过打发的一个技术 或者是说打发蒜头的 这个同发的比例 让乳酪蛋糕 它整体很均匀的 可以好像吃到有甜度 但是它其实并不会有太多的糖 钢盆的边边跟钢子的底部 一定要特别留意 一定要去刮到 王一凯试着将食材化繁为减 再用烘焙技巧 弥补口感的不足 经过上百回的实验 才终于找到不用面粉 奶油和鲜奶油 也能一样美味的黄金比例 光是一个六寸蛋糕 少掉的油脂就能减去一千多大卡的热量 用冰块去延缓蛋糕需要瞬间加热的那个拉锯 我们让蛋糕可以用焖的方式 有点像我们那种芙蓉蒸蛋 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会比较好 励志帮甜点减肥 这跟他之前的背景有关 他大学念的是医馆 后来进到台南奇美医院服务 负责癌症防治和社区医疗 因为对甜点感到好奇 才会在下班后学做蛋糕疏压 那段期间他正好接触到中医 产生很大的兴趣 于是决定从医院离职 一边做烘焙 一边准备学试后中医考试 他把自己手做的甜点 抛上网路去卖 虽然做成好几笔生意 但却很难高兴起来 癌症中心所负责的领域是大肠磁肠癌 所以更在乎的是 顾客的膳食纤维的摄取量 油类不要吃太多 对不对 可是发现 对这个进了烘焙与领域之后 这个量有怎么这么多 然后糖怎么这么多 我们觉得 当然好吃固然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只是我在想说 能不能不要照着 以往配方设定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去看看烘焙可以怎么做更好一点 于是奶油 鲜奶油和面粉 这些容易带来过多热量的素材 从此消失在他的配方中 抓到了核心定位后 他决定跨境烘焙业 我记得我父母亲起初的态度 是比较保守的 别拦着要麻烦 你能明清去上班 就是这种概念 可是后来看到我们投行下去了 其实我父母亲 是很认真地在跟师父 很认真地帮我们在推广 所以刚开始的营收 那段客人还不多的年代 其实靠我父母亲 他们在宗教圈里面 一些师兄师姐的帮忙 我们叫师姑师伯帮忙 就是让我们度过 有一餐每一餐的那几个月 创业起头难 又想得很简单 实际要做却很不容易 我们跟百货公司的合约 通常都是两三个月以后才收到钱 所以其实当时并没有去做好现金流的考量 当时有为了这个现金流的事情 发现我钱付给厂商了 可是我该收的营收还没有进来 所以变成我要去预借现金来付薪水 当时会觉得哇 对 怎么会这样 那当然也有点压力 当时也觉得说 我怎么把这个生意做搞成这个样子 花了好久时间 缴了好多学费 甜点事业才终于步上回到 他更开始摸索 如何让甜点回归食物最原始的风味 为了减少碳足迹 尽量采用在地农产品 只要是草莓的产季 厨房里总会弥乱着一股草莓甜香 要做的是草莓生乳酪蛋糕 师傅们先用巧克力饼干当结底 每一片压得紧实 铺排上新鲜草莓 再挤进用乳酪打成的红松慕斯 接着抹平整齐冰冻后就可以享用 这款有着浓郁奶香和草莓香气的 生乳酪蛋糕 吃来酸酸甜甜口感滑顺 是每年热卖的季节限定商品 王一凯擅长用在地小农的当季农产品 来变化甜点口味 师傅手里用的每一样农产品 几乎都是他和团队 一个个探访来的合作伙伴 希望可以让农产品最完美的时间 除了给顾客新鲜吃到以外 那如果量真的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赶快进行保存或加工 多数的草莓干或是一大部分 其实它是有一些防復的地方 像我们用的凤梨或是草莓系列 其实就是尽量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添加 那可以让所有的风味 所在最完美的时间 水果可能现在产量上开始有困难 比如说太大了 量太大了 它可能需要多一些销售的力量 那我们就会想说把这样的水果 把它季节水果把它做到 我们的新的产品里面去 比如说像这款备雪 我们结合的是八卦山跟关苗的凤林 去新之后才自现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让凤梨可以去传递 除了凤梨书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作品可以被品尝 善用在地农产做风味变化 也让他的甜点品牌慢慢被市场看见 2015年成为全台烘焙业中 第一家取得碳足迹认证的业者 更首度被推荐为金马奖的指定伴手礼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 往国际化的一个管道 那我们希望透过金马奖 把台湾土地上面美好的故事 可以散播给更多人知道 每一阶的创作 不管是当时的功夫或是初心的故事 每一年它都有一个特别 我们想透过金马奖跟这社会 跟国际对话的一个故事的议题 你好 你好 有吃过我们蛋糕吗 有 有吃过 给你吃吃看我们最近新款好不好 好 创业十一年 王毅坎慢慢走出自己的路 在甜点市场里脱颖而出 即使店面开在巷弄间 还是有不少客人熟门熟路找上门来 不光是打牙记 也是因为认同品牌理念 用的东西都是比较天然健康 然后都是支持台湾在地的那个农场 对 就是有时候那种朋友生日啊 然后都会请我帮他们代买这样 我觉得就是简单吧 就这样简单 回归一件事情的本质 回归我们食物本身的风味与价值 让食物本身来跟顾客做对话 蛇气过多的装饰和调味 王毅坎秉持着初衷 用简单两个字调和出调动味蕾的甜点 这里头也有着他对这片土地的诚心诚意 看到这里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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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